除了在碎末跟清淨海均取了環保的產品 總共有五樣 從洗碗精 因為大家有很多碗盤要洗 到洗衣粉 到地板清潔劑 以及在玻璃清潔 都是最環保 它是利用我們台灣特有資源 尤其用檸檬 用植物 加上我們鹽 絕對不會造成水庫的優雅 經過環保署的認證 我們希望把這個觀念推廣給所有鄉親 尤其在過年這一段期間 只要你到台灣公司各地的門市 來購買超過五千塊 我們就會用最低廉的成本價回饋給大家 大家帶回去 一起在除舊不新的過程當中 能夠讓我們家裡更乾淨更清潔 也讓環保更落實 所以我們台灣有第一次鹽花這種景 對 第一次鹽花 而且是榮獲 最主要就是我看了 看在台灣兩次 我很難度 大家一起來愛福利景 那明年我們華裔人有什麼樣的目標 明年我們除了就是在業務上更加拓寡 而且我們現在經過了各地的報導 經過媒體的監督 我們秉持著良心的經營 秉持著對於我們真心回饋這個角度 明年我們會跨越到生意 因為台灣現在很需要生意 所以我們有很多遠方的信財 都會陸續的來貢獻給國人 貢獻給社群 另外就是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所有的辦公室 我們都改成就是太陽能華裂 所以各位可以參觀一下我們辦公室 還有七股現在都是用太陽能華裂 一方面就是進我們環保企業 二方面也是希望呼籲大家一起來愛這個環境